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官场买官卖官的丑闻延伸到了科学界 中国生物学家饶毅日前在公众号上发文披露 中共的两院院士增选过程中都存在金钱贿赂问题 6月11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主管的科学网报道说 5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 当天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的个人公众号 饶毅科学发布院士选举改革的第一步收到贿赂上交易文 文章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最大的问题在于 本世纪以来每一轮都有候选人直接金钱给有投票权的院士 而且现有院士都知道谁是行贿之后当选的院士 很多学部的现有院士有一些不仅是送过钱 而且其他院士明确知道他送过 科学网报道说6月9日 中科院回应称 饶毅科学可向官方提供 院士增选工作中的行贿受贿相关证据和线索 目前饶毅的文章已经被从饶毅科学公众号上删除 其他大陆网站转载的也都被屏蔽 韩国检察官6月12日发表声明说 一名三星电子的前高管遭到起诉 罪名是涉嫌窃取该公司的技术 在中国建立山寨版芯片工厂 韩国水源地方检察院当天表示 以违反产业技术保护法和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的罪名 将这名三星前高管逮捕起诉 检方指控他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 以不当手法获取并且使用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的 基本工程数据、工业流程图、设计图等信息 韩联社报道说 涉嫌技术是用于制造30纳米以下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和快闪记忆体芯片的制程工艺 属于国家关键技术 调查发现这位三星前高管企图在距离 三星电子西安半导体厂 仅1.5公里的地方 兴建山寨版的三星芯片厂 不过由于台湾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商 曾承诺的大约62亿美元投资落空 工厂建设项目没能实际进行 检察官估计 机密技术被盗给三星电子 带来至少2.33亿美元的损失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东南亚国家联盟9月将在南中国海举行首次十国联合军事演习 评论认为东盟的这次集体行动清楚表明 他们不接受中共的军事胁迫 近日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官方表示 东盟10国将于9月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届时东盟10个成员国以及观察员东地问都将参与 也包括缅甸 东盟过去曾与美国一同进行海军演习 但没有单独进行军演 这次将是东南亚国家首次全员出动的联合军演 印尼国民军司令马尔格诺 6月8号向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表示 这场军演将着重于海上安全与救援行动 不会涉及作战行动 不过马尔格诺也说 这关乎于东盟的中心地位 印尼军方发言人朱阿利斯泽则说 这场演习攸关亚洲 特别是东南亚有发生灾难的高风险 东南亚国家一向夹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 随着美中竞争态势的白热化 台海南海局势紧张的情况下 东南亚国家似乎到了一个 必须衡量究竟是国安重要 还是经济重要的关键时刻 而近年来中共军事行动日益咄咄逼人 也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警惕 因为它会引起很多国家的不满跟警惕 因为中国大陆一再的利用 他们的逐渐扩张的这个海军 一再对周边国家造成很多的不便 甚至于威胁胁迫 那这当然会引起很多国家的反感跟抗议 此前一艘中共军舰在南海 险些与菲律宾船只相撞 还有一架中共战机 在美国侦察机前危险的靠近飞行 今年5月印度、越南、泰国、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及文莱海军 在南海举行演习期间 多艘中国船只驶进演习区域 当时有分析指出 中共当局用海上民兵组织来威吓 和扰乱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演习 美国政府多次呼吁中共停止在有争议 国际海域进行挑衅行动 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安廷指出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非常大 在5月举行的一次东盟峰会上 中盟领导人对南海发生的一系列严重事件 进行了讨论 并对行为准则进行谈判 呼吁采取可以减少紧张机误判风险的策略 专家分析 目前整个印太地区防御中共威胁的连线在持续增强 他们想要更有凝聚力地应对中共威胁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近期举行听证会 严正关切中共强迫劳动的行径 一位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揭秘了他在中共劳教所 被迫做奴工的经历 而这种迫害现在还在持续 漂亮的塑料花束 主打美味健康的素肉串 还有这种出口的铜线圈 都可能出自奴工之手 2001年初 天津法轮功学员岳怀江 被当地警察非法绑架 强制放弃信仰 由于他拒绝放弃 最终被送进天津市北辰区双口劳教所 老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定的工作量超过了极限 一个正常人比如说 你一天你可能也就顶多可能沾100树像花 但他给你定150、170甚至180 就完全超越了你正常的极限 往那个气球 超长的工作时间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 一天只能睡半个小时 此外 劳教所的工作环境也十分恶劣 那粘花因为它的刺激性非常强 那个塑料它有一种东西 就是给它烫热了 然后冒出那种那个塑料味 那屋子整个都那味 所以说对你那种呼吸道啊 或者说对你的那种感官之类的 就是触及刺激非常明显 表现是头晕 目眩 然后吐 甚至睡不着觉 哦 因为你长期在那种环境当中 所以导致很多人啊 就是身上出一些那种戒窗啊 戒窗是大面积戒窗 就是有的是群上下都是戒窗 岳怀江还干过缠线圈的活 他当时干的是第三道工序 每天高强度的不停绕线圈 岳怀江感觉脑子和身体都被抽空 人生变得毫无意义 无论从精神的压力 还是从身体的承受来讲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顶峰了吧 为什么有那种想轻生的念头呢 因为真的是胜不如此 胜不如此 但是信仰的力量让他坚持了下来 岳怀江说法轮大法不允许杀生 而自杀也是有罪的 因此他不仅顶住了迫害的压力 在走出劳教所时 还机智地拿到了几个铜线圈 作为迫害的见证 可是有些法轮功学员没能走出劳教所 他们被高强度劳动加酷性迫害致死 岳怀江至今记得和他一起被劳教的陈宝亮 60多岁 个子不高 慈眉善目的 我想这可能都是天井诗人吧 唯独就在他死的那个一块的上方 下起了大雨 其他地方就是说还都是太阳 当时代厂都看到了很神奇 中共当局在2013年底废除了劳教制度 但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没有停止 各地看守所、监狱 至今仍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 酷刑迫害他们 专访杜易锦 中国AI能否引领世界 按照中共的规划 到2030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而倒霉最近宣称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 中国的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超越美国引领世界呢 我们专访了人工智能专家 中共网信办近期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显示去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 总量居世界第二 根据当局2017年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到2030年中国的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 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的人工智能是否能超越美国引领世界 如果你是拿人工智能去做监管去做治理的话 以中国来讲因为它的资料量多人口多 而且它在保障人群隐私的这部分不是那么的完备的话 那这样这个科技应用在对比如说城市的监管 或者是对个人的评鉴这个部分在中国来讲的话 的确是它的相关的限制会少了一点 但是当我们在讲到如果说比较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或者是说像比较前瞻性的发展的话 反过来就是比如说像在美国这边思想是自由一点 然后在这个我觉得在学员的这个部分也比较有 不是靠模仿而造出来的这种原创性的增长 在这个人工智慧的领域来讲 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就是也是有它的优势的 台湾人工智能专家杜一锦表示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式 目前人们一般会从算力演算法和大数据资料储存三方面 来考量人工智慧的领先程度 杜一锦分析 在算力方面 美国芯片产业具有优势 而在演算法方面 中美研究人员的聪明能力相当 但是中共已经开始着手立法限制人工智能 就会产生受到限制的演算法 这种党相关的这种政策指引 相关的比率 这个其实是跟美国比起来相对来讲是 它会变成一个就像互联网一样 就是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互联网 跟美国的互联网是很不一样的发展 在数据储存方式方面 中美也存在不同 中国现在数据储存方式 它是以国家战略性的方式去做储存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信息国家都是可以取得的 那另外来讲 它这种中暑期算的话 它把大量的资料都是往内地区的数据中心去做储存 其实这是应该也是有点国家安全策略的这种考量 那它可以有效地把各个方面的资讯都收集到 自己的数据中心之后去做智慧的话的应用 那相较于美国的话 其实美国所谓的数据中心发展的策略 它是比较属于使用者的思维 就是说 使用者它的云端使用的情境在哪里 那这些大科技的公司就会在各个国家 当地去建立它的这个数据中心 你使用者近一点 那这种方式的话 它会比较能够做到所谓的Right Respecting 杜一锦表示 科技在进步 但要看是为谁服务 如果目标客户是实用者的话 美国的发展环境 比较适合做实用者应用的发展 如果目标是为了服务政府的治理跟控制的话 在中国研发受到的限制相对会少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海外藏人团体自由西藏日前发布消息说 青海黄南州当局最近发出通知 计划在流入黄河的藏家河上建设水铺 附近8个村的17万多亩土地被强征 当地藏人以农业和油木业土地为生 因此政府强征土地导致他们被迫前往县城 寻找临时工作 山西太原寻成基督教归正教会传道人 王英杰、王英夫妇6月9号与外界失联 目前有消息说 两人已被太原盈泽区派出所警方带走 执行去年4月份的行政拘留决定 去年4月3号该教会受到警方冲击 多人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罚款500元 但鉴于疫情 行政拘留无法执行 于是对他们每人处以500元罚款后释放 可为保定一所中学附近的商户 今年高考期间在店铺门口挂 高考加油 祝各位考生金榜提名的调幅 但被城管强制摘下 相关视频传到网上后引发议论 有人认为中共当局对横幅抗议敏感 任何调幅都得摘下 中国安徽银行再次传出爆雷传闻 一批储户6月10号效仿去年北京四通桥的示威 在合肥市中心天桥拉横幅维权 还有一些人则到位于合肥市的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徽监管局门前请愿 高喊 安徽银行还我存款 香港反送中运动四周年 原本活力充沛文化多元的国际化大都市 已经面目全非 超过一万名港人遭到拘捕 流亡各国的港人在全球各地 举行一系列抗暴政活动 6月10号下午3点 大批香港人和人权组织 在台北举行以逆风并行 再见香港为主题的大游行 千人游行队伍高喊 反抗集权坚守信念等口号 拉起的细数香港人抗共运动史的横幅 走上街头 参与游行的各团体 接力在宣讲车上 回顾香港民主运动的发展 今天我们走出来 不光是为了香港的朋友 也是为了我们台湾自己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行动 告诉中国政府 当你有这种蛮横的手段 对付中国人 对付香港人 我们台湾人 拒绝去动力这种方式 我们台湾人要捍卫自己的身份尊严 主办单位表示 通过每年的游行 联系流散的港人 延续反送中精神 并提醒正在遭受 中共渗透和威胁的人民 其实我们是把反送中四周年 跟六四三十四周年 一起举行 我们在悉尼搞了两场 还搞了一个研讨会 另外还在墨尔本 布里斯本 博士 很多个城市 我们都办了一些 相关的活动 悉尼举行的活动中 数十名港人 首举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条幅 隶属中共的罪恶 并高唱 怨荣光归香港歌曲 香港反送中 是指2019年6月9号 超过100万港人走上街头 反对港府强推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但港府拒绝撤回法案 6月12号 抗争者包围立法会 遭港警强力镇压 大肆抓人 红色恐怖下 港人被迫四海流亡 并在各国举办抗暴政的活动 2020年6月 中共出台香港国安法 1万多港人遭拘捕 林松说 港人很艰难 甚至有中年男子 跟他们聊起香港 忍不住都哭了 今天在澳洲612班的一个活动 就是希望香港 把这些政治犯全部都释放 这个是最基本的 因为这些所谓的罪名 都是莫需要的 然后长远来说 我们要争取香港 回归到香港老百姓的手里 在英国 至少12个城市 举行了反送中运动集会 11号 在南安普顿 有港人参与集会后 遭多名中国学生围殴 其实香港人 在海外被打的事件 还有一次他们举办活动 遭一帮老粉红攻击 有参与者被暴力推倒 报警后 施暴者也受到了惩罚 林松指 这些人都是受中共的支持 林松呼吁已经拿到一些国家身份的港人 都出来参政 如果拿到一个席位 成为民主国家的议员 可以在议会里发声 挤走渗透民主国家 替中共说话的华人议员 更好地为受难的港人和中国人发声 此外 由于港府将要进播 愿荣光归香港歌曲 自6月12号 港人发起全球电台接力播放活动 林松说 接力播出这首歌 主要就是对中共政权说不 无论它怎么打压 它们还是要继续发声 大陆民众表示 中共建政后欠下血债 现在又把经济弄垮 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请看这一期的三退声明精选 刘金瑶声明三退说 我们唱着东方红 文革弄死千百万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六四血债谁来还 既往开来的领路人 恶贯满盈 闷声发大财 专制独裁 贪污腐败 邪党不灭 没有天理 罗杰声明退队说 骗我贷款买房买车 现在单位还要降工资 怎么还款 利息高的要死 最后都是替银行赚钱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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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